現在這個禁止蒙面法最大的問題是 它現在擾過立法會 就是它一個人跟那個行政會議全體 一起來決定的 那麼這個就是就變成了打開另一個孔洞 那個孔洞呢 實際上就起到了23條 比23條後果更嚴重的那個後果 而且呢 也集合了那個所謂的送中條例 這裡頭最差的東西就是隨時可以抓人 因為現在據我知道這個行政會議裡頭 也不是各個人願意跟林鄭月娥 來做這個一個好賭的 至少有三個行政會議的議員呢 離開香港 不敢投票 因為他怕因此引起的後果 他承擔不了 他怕這個美國國會的什麼什麼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那以後郭敬越會進行制裁 再加上這個蒙面法 他這個刑罰並不是太高 最高只是判監禁一年 而且罰款 對於這些年輕人說實在沒有什麼阻嚇力 那些年輕人這三個月連暴動罪最高 可以坐牢可以坐牢十年都不怕 你來個蒙面法最高這個刑期監禁才一年 那你搞這個法律來做什麼呢 就是我不懂啊 那麼現在所以這幫人越演越烈 造成了對這些中型小型的企業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很多這個餐廳酒家坐不下去 地鐵受干擾 當然這種做法呢 也逐漸引起了香港民眾的一點的不滿 但是也有人說在前面 縱火的燃燒彈的現在的性質已經開始變了 有的是林鄭月娥的支持者或者是警方的 就是化妝的裡頭的英文所說的 Agent Provocateur 就是說裡面的那個內鬼啊 這種反正啊 在一個政治動爛的社會就常見了 所以現在這裡頭是很混亂 沒有人想到想得到到底怎麼樣解決